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定于11月5号举行 当地时间7月21号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并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是美国自1968年以来 在任总统首次放弃竞选连任 民主党换将对选战有何影响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拜登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决定退出总统竞选 并全力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随后表示 希望自己可以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称将近一切努力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目前民主党党内已有多位重量级人士 数个团体和多名议员等表示 支持拜登退选决定 并支持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参选 在拜登宣布退选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 拜登不适合竞选连任 目前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正在为与哈里斯的竞争做准备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原定于8月19号至22号 在芝加哥举行 目前尚不清楚民主党 将如何选出总统候选人 尽管哈里斯得到拜登等人的背书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可以自动获得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官员表示 未来几天里 民主党将采取透明有序的程序 选出一位能在11月 打败特朗普的候选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美国现任副总统 卡玛拉哈里斯的情况 1964年10月20号 卡玛拉哈里斯出生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具有非洲裔和印度裔血统 哈里斯曾担任 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职务 并于2016年担任加州联邦参议员 2020年 哈里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与拜登搭档 参加当年11月举行的 美国总统选举并获胜 随之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首位女性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为什么退选呢 自拜登6月27号 在首场总统候选人 电视辩论中发挥不利以来 美国民主党内外 关于希望拜登停止竞选连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加之近日拜登第三次感染新冠 让外界对其身体状况的担忧加剧 在6月27号的电视辩论之前 多数民调显示 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相差较小 但在首场电视辩论 拜登的表现立即引发了民调结果大幅波动 民调落后 辩论表现不佳等因素叠加 大批民主党资助者以停止资助为手段 威胁拜登退出总统选举 与此同时 民主党内部要求拜登退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7月2号 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多格特 成为首位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 现任民主党籍议员 随后 更多的民主党人开始公开发表类似主张 截至21号 在263名民主党议员中 已有包括3名参议员在内的38名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此外 包括拜登曾经的执政伙伴 前总统奥巴马党人在内的多名党内重要人士 同样表示了对拜登能否继续参选的质疑 在民主党内 除了担心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外 拜登继续参选 将损害民主党对国会两院的 未来影响力的观点也不断发酵 中议院小数党领袖哈吉姆·杰弗里斯 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 曾分别于7月11号和13号 私下为此会见拜登 美国媒体和专家认为 拜登退选重塑了 今年总统选举的进程和焦点 为选战注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两大阵营的厮杀 或将更加激烈 拜登退选前的一些民调当中 他落后于特朗普 而在可能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摇摆州 拜登同特朗普的差距更大 美国政治学数据专家斯科特·特兰特说 哈里斯的全国好感度 与拜登基本持平并不理想 但是哈里斯的优势在于 他没有拜登身上那些负担 选民将重新审视他 在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看来 虽然特朗普目前有一些优势 但是现在距离投票日还有100多天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悬念依然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刁大明在接受总裁记者采访时指出 八年间美国经历了共和民主两党的轮替执政 然而美国选民看到的情况是 美国面对的内外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从本质上看 针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问题 两党都没有让普通民众满意 过去八年其实是两次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又加上美国面对着重大的一些内外挑战 确实让选民看到的实际上是两党政治人物 都没有有效的来去回应民意 来去应对危机 加剧了选民长期存在的对于两党的不信任 或者对于两党的失望 这种失望应该说还是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 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国这种政治体制 它实际上背后是特殊利益驱动的 看似好像是有选择两党 好像在很多政策议题上完全不同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比如说 一些决定社会经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 一些根源性的一些本质性议题上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区别 本质还是为特殊利益服务 而不是为了普通民众去回应 其实看似好像这是候选人的这种 二赛导致了选民的这种厌倦 但实际上本质应该说还是 美国政治体制长期无法不用选民 反倒是欺骗选民 中国动员选民 只要选票不要选民 他说美国两党政治人物本身 也是长期存在这种政治体制机制 政治生态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很难想象 它属于问题的一部分 它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可疏 探索